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冲击 多艘邮轮停泊在马尼拉湾 还有数十万菲律宾海外劳工失业 背后返国 在台湾工作的菲律宾劳工很幸运 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理事雷蒙德指出 因为有台湾政府把关 遏止疫情不至于影响生计 很多人从中央游戏 有很多人从中央游戏 还有那些人在厨房工作 有些人甚至死了 因为没有医疑医療程 没有医疑医療程 台湾在台湾都幸运 因为台湾政府 在控制疫情冲击 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 实施封城至今将近三个月 尽管以放宽为一般社区隔离 但经济大受影响 马尼拉著名景点西班牙古王城 不见观光客 餐厅和商场的人潮也大不如前 政府计划重启部分经济 但由于菲律宾疫情尚未趋稳 每天通报新增病例数 平均仍维持在四五百例左右 六月的增速甚至比五月还快 目前总病例数累计超过两万六千例 又如何解封 同时做好防疫 考验非国政府 为了协助菲律宾对抗疫情 台湾即捐赠三十万片口罩后 日前再捐出五十万片外头口罩 以及N95口罩隔离衣等防护装备 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 当他们的医护人员 尤其是第一线的 仍然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基于共同抗疫的观念 所以我们很感谢外交部 感谢国内 我们再次的捐赠菲律宾 这些PPES 那么这些都会转送到 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手上 这些防护装备将送至国家警署 海巡署 国家肾脏 移植研究所等政府与民间单会 协助第一线工作人员 降低感染风险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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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